更多资源,请登陆日语狂听 更多资源,请登陆日语狂听 那在上一回,咱们说到了明朝建立之后,在朝廷当中出现的争斗 这个朱元璋在解决了北渊之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这个时候朝廷内部的矛盾又激烈起来了 大臣们分成了两派,以地域为区分,开始了新的争斗 什么争斗啊?就是派别之争了 这些所谓的派别,实际上就是同乡会 大家都说一样的方言,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往一块聚聚,这也是正常的 但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股股的势力 在朱元璋手下最大的同乡会,那就是淮西集团 这个会长啊,严格来说原本应该是朱元璋 但是考虑到他还兼任皇帝一职 所以当时啊,就有李善长代理了 这个集团可以说是人多势众 主要的成员有李善长,郭兴,郭英,汤和,周德兴 还包括死去的常玉春等人 可以说这些人都是朱元璋先生起家的班底 他们都是朱元璋的老乡啊 这些人啊,当时见面都以会说怀惜话为荣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这个李善长何许人也呀 为什么他是第一功臣呢? 确实,这个李善长啊,好像很少出面干什么大事 这是由于他的工作特点决定的 这个人啊,主要是负责后勤和政务的办理 如果咱们把刘基比作是张良的话 那么这个李善长就是萧和 他一直都跟随着朱元璋来打天下 安前马后的伺候着 这个后勤工作他不好搞 劳心劳力又不讨好 朱元璋啊,是个名媚人 所以在建国之后 便以李善长为第一功臣 任命他为丞相 李善长这个人的特点是 外表宽厚,却心胸狭窄 谁敢和他过不去 就一定要解决对方 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魔 有敢专权的,那就有敢分权的 怀西集团很快就遇到了对手 谁啊,就是浙东集团 这个集团的首领 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基、刘伯温 这两个集团 就在朱元璋的眼皮子底下 开始了斗争 朱元璋呢,似乎很有兴趣 他准备看一场好戏 甭问了,这场戏的主角 就是李善长和刘基 但是仅有主角是不够的 下边啊,我们要介绍一下配角和龙套 这些人可以说人多势众 是这场戏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那位说了,这都什么人呢 这是一群以找茬为职业的官员 他们的名字叫盐官 您注意,不是那个吃咸盐的那个盐 而是言论的盐 这个盐官到底是什么官呢 顾名思义就是说话的官 到了明朝后期,也有人把这些人称为骂官 实际上,他们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产物 朱元璋在建国之初仿效着元朝的制度建立了御史台 到了洪武15年,也就是公元1382年的时候 朱元璋把这个御史台改名为督察院 督察院的长官呢 就是左右督御史 这个官名大伙在电视上 可以说是经常可以听到 很多这个影视剧里都描写了督察御史 他们是如何的进行工作的 而督察院的主要骨干呢,都是督察御史 这些督察御史们一共有13道 以当时的13个省区来划分 总共有110人 这些人权力极大 他们什么都管 由于平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物要处理 所以啊,他们就整天的到处转悠 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这个影视剧里看到的 微服私访 他们不是去兵部查查吃控鹅呀 就是去刑部查查冤假错案 办事的官员们看见这些人就害怕 这会儿有的人可能问了 这些人权力如此之大 要是他们也训私枉法怎么办呢 说到这儿啊 我们就要大大的佩服一下朱元璋了 他呀,想了一些很绝的方法 来规范这些御史们的行为 怎么规范的呢 首先,挑选御史的时候 就专门找那些书呆子和道学先生 找这些认死理的人去干这一行 因为这工作呢 得罪人又捞不着钱 而道学先生 还有书呆子是最适合的人选 其次 他用了以脚制大的方法 您说这朱元璋多聪明吧 他规定这些御史啊 都是七品官 可以说是最底层的芝麻官 然而呢 资予他们监管长官的权力 这就使得他们又有权力办事 又不敢过于张狂 有个官名啊 大伙应该非常的熟悉 在电影里经常看到 叫八府巡案 哼,乍一听 八府的巡案 这官一定很大 其实啊 这也是个芝麻官 往往是朝廷临时委派监察御史来担任的 这就相当于呃 这个以前的特派员吧 官非常小 权力特别大 但就是这样 朱元璋还是不放心 于是他又建立了一套班子 来监督这些督察院的人的工作 这个什么班子呢 就是六科己事中 对应中央六部 朱元璋设立了六科 每个科都设了一个都己事中 这个官位啊 是正七品 另外呢 还有左右己事中 这个官位是从七品 这些人的权力大到了害人听闻的地步 你比如说吧 他们如果认为以皇帝名义发出去的斥令有不妥之处 居然可以将这个斥令啊 给退回来 而皇帝交派个衙门口办理的事情 由他们每五天检查都办一次 倘若有谁拖延不办 或者是动作迟缓 他们就要向皇帝去打小报告去 另外各部完成了任务 还要乖乖的去六科消账 除此之外 年终这个官员的考核 也都是由这些己事中来进行审核 这些人的行为特点可以概括为 你要打我 我就骂你 这可不是一句玩笑话 这些己事中们啊 从来都不动粗 全部功夫都在嘴和奏章上 你要是得罪了他 那就惨了 这些人骂人的功夫是极高的 都是饱读诗书之辈 骂起人类也是有典籍来历 出自某点某条 如果你书读的少了 那还以为人家在夸你呢 可等回家查了书之后 看到某个典故 才恍然大悟 原来连祖动十八代都让人家给骂了 这种骂人不带脏字的功夫 实在是非常的厉害 这种独门绝技是代代相传 到了东林党 达到了高峰 那可真是口沫横飞是引经据点呀 用意恶毒 却又言辞优美 套用葛优的一句话说吧 人家骂你 你都听不懂 朱元璋搞了这群人之后 他自己也很快就吃到了苦头 有一件事情啊 可以说明阎官们的可怕 在洪武年间 御史周关正 巡视南京奉天门 这儿呢 咱们说明一下 这个周关正是巡城御史 您还记不记得这个李宝田演过一个电视剧 叫巡城御史鬼难拿 就是这么个官 这个巡城御史啊 属于最底层的监察御史 在这个周关正巡城的时候 遇见了一群太监 正领着一伙女乐 要往奉天门里边去 什么叫女乐呀 就是演奏乐器的这个女孩子们 类似于像今天那什么十二月访之类的 是吧 开个玩笑啊 那可能是皇帝啊 觉得比较烦闷了 想要听一些演奏娱乐一下 所以呢 让这些太监呀 到外边去 请这些演奏的女孩子进去 但是根据大明的内功制度 这个女乐是不准进功的 周关正当即上前制止 领头的太监理都不理他 说了一句 我有圣旨在身 您注意这句话的分领啊 一般的人 这要听说有圣旨 也就不管了 放他们进去就完了 可是周关正 却坚持说 就是有圣旨 也不能违背大明的内功制度 他是巡查御史嘛 是不是 坚决的不准这些女乐入内 太监遇到这么个人 也没办法 只好就回宫 禀报朱元璋 朱元璋听完了以后啊 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苦笑一下 呃 传了一个口语 说不再让女乐入宫 另外呢 还特意的加上了一句 说周关正啊 你干的很好 回去休息吧 不论怎么说 朱元璋已经算是人之一尽了 给足了周关正面子 可是啊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周关正站在那 死也不走 这个书呆子 不依不饶 一定让朱元璋 要亲自出来和他说明 朱元璋明白 自己选的这些人 都是不会通融的 娱乐搞不成了 也没办法 亲自穿上朝服 出宫进行安抚 亲自过去对周关正说 你做的对 我呀 已经幡然悔悟了 我不再请女乐入内了 不用他们演奏了 周关正听到这个之后 才回家睡觉去了 哈哈 可以说是千古奇谈吧 皇帝传个口语都不行 居然还要亲自出来道歉 要说这个周关正啊 他这书呆子的呆气 也是够让人叹服的 不过呢 我们也应该钦佩他的勇气和正直 大明王朝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坚持原则的人 才能够延续两百年 长盛不衰 应该说 朱元璋搞的这个监察制度 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您千万要注意 如果您不是十三道御史 也不是六科几十中 不属于阎官的范围 可千万别多嘴 别看着那些阎官在皇帝面前摆威风 你也跟着上去来两句 那不砍了你才怪呢 阎官之所以敢这么做 那是有着悠久传统的 自古以来啊 就有阎官的设置 这些人不管具体的事情 他们的任务就是提意见 而历来的封建王朝呢 也形成了一个传统 那就是不杀阎官 历史上不论多昏庸的皇帝 也很少有胆量敢杀阎官的 所以啊 在朝堂上经常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 阎官在底下说着皇帝的不是 一点都不给皇帝留面子 还洋洋自得的 很有点你能把老子怎么样的那种气魄 而皇帝呢 只能在上边一边听 一边咬牙切齿 这心里想着 明天呀 我把你调个位置 然后我再整治你 哈哈 阎官呀 确实威风 上面咱们说的那个故事 并不只是为了说明阎官的权力和威严 列出这个故事 还有一个目的 那大家会儿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件事情当中 周关正做的有些过分 用今天的话说太较真了 皇帝有很多事情啊 你把女约拦住 皇帝也传了口语 表扬了你 这就足够了 非要让皇帝出来跟你说清楚 他哪来那么多的时间和耐心呢 啊 朱元璋是制度的制定者 所以他要做榜样 但是后来的皇帝呢 啊 天刚亮 你就让我起来 是不是顶着寒风出来跟你说话 就算这皇上脾气再好 也会被你惹火了 可见啊 御史的这一特点 决定了他们将来的发展方向 会出现一定的偏移 我们呢 也将在后边看到这股偏移力量 对于国家造成的巨大影响 得 说到现在 演员都到齐了 下边 咱们就来看看这场争斗的戏 是怎么演的吧 在这场戏中 首先出演的 那就是淮西集团的首领 李善长 他为朱元璋 引为第一功臣 在洪武三年 被封为韩国公 这可是很了不得的 因为当时啊 朱元璋一共 只封了六个公爵 其他的五个人 分别是徐达 长茂 这个长茂 是长玉春的儿子 有一点这个顶替他父亲 接受封赏的这种意课 那么另外还有李文忠 冯胜和邓玉 大家都已经知道 这五位仁兄有多厉害 他们可都是协力活力 拼杀出来的一代名将 而出人意料之外的是 李善长的牌位居然还在这些名将之上 名列第一 而且他也是公爵里头唯一的文臣 相比之下呢 刘基也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了大功了 却只被封为成义伯 是个伯爵 耐人寻味的是 他的俸禄也是伯爵当中最低的 这个年俸啊 只有二百四十代 而李善长呢 是多少啊 四千代 多出刘基十几倍之多 这个后人呀 往往不太理解 说这个刘基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在很多重要的决策当中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只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呢 其实啊 只要仔细想想 就会发现这个问题 并不是那么难以解释 朱元璋啊 他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 李善长是他的老乡 而且多年来只在幕后工作 从不抢风头 埋头干活 这样的一个人 朱元璋是很放心的 相对的来说 刘基他是一个外乡人 更重要的是 刘基对于事情的判断 要比他朱元璋还要准确 你还记着 前些回咱们说过吧 从这个龙关之战 到救援暗风 朱元璋所想到的 刘基他也想到了 而朱元璋没有想到的 他还是给想到了 换了你是朱元璋 你会允许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在自己身边吗 而且刘基出的那些决策 并不是安民之策 而是全谋之策 用来搞阴谋政变 那是十分的有效 外加刘基这个人 厚黑学的根底也很深 朱元璋啊 时不时的就会想起 他劝自己不要去救 韩灵儿这件事 那谁知道 将来他会不会 对自己也来这么一手呢 不杀他已经很不错了 难道还要更多的封赏吗 刘基啊 一生聪明 但却忽略了这一点 这也就决定了 他在这场斗争当中 很难成为胜利者 在洪武元年 双方进行了第一次交锋 当时的监察机构 是仿照元朝的机构 建立的御史台 这个刘基的官位呢 是御史忠诚 也就是说 是这些盐官们的首领 咱们前面介绍过 盐官们的力量 这个时候的优势 可以说在刘基这一边 引发矛盾的导火线 是一个叫李斌的人 这个人啊 是李善长的亲信 由于犯了法 被刘基抓起来了 查清了罪行之后呢 刘基决定要把这个 这个李斌杀掉 这个时候啊 正好朱元璋外出了 这李善长呢 就赶紧去找刘基 去说情去了 说这个李斌呢 他对我这是 有很大的贡献 您看您能不能通融一下 留他一条狗命 这个刘基呢 是软婴不吃 不但不买李善长的账 还把这件事情啊 写信向朱元璋报告了 朱元璋一听是勃然大怒 立刻回了一封信 告诉刘基 立刻处死李斌 不巧的是呢 这份朱元璋的回信 正好落在了李善长的手里 他虽然不敢隐瞒吧 但是知道了这事 也是怒不可遏呀 他明白 直接找刘基求情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为了救自己的亲信一命 他想了一个借口 他相信 只要讲出这个借口 刘基是不会拒绝他求情的要求的 那么这个李善长 他到底想了一个什么样的借口呢 咱们明天接着说